歡迎回來科技集穿網台版 科技怪事錄的時間又來了 好 回來 首先是Microsoft 而上次我們就說 Microsoft的相關新聞 在怪事錄的真的不多 我們還說那就糟糕了 肯定要儲幾 這句話好像是沒有錯 大王的預言是成功的 不是預言是退冊 你記得你有能力 他很流行的 有預言能力 他儲大招 在錄音前一個星期 他出了E4H2的更新 是用Windows 11的 這個其實都 Microsoft搞了差不多大半年 就在這裏 一頁就爆發了 結果都是 用了這麼多時間去弄 那時候又說 我們要盡力去確保 更新是搞得好些 就不要那麼多Bug 結果出來有六個Bug 有進步 這些叫做有進步 你明白嗎?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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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算了我們不用 我們讓軒哥發揮 就到軒哥發揮的時候 我們要辦 Apps 首先 不關Bug 這是一個提醒 就是 新更新了 Windows 11的E4H2 之後 電腦裏面的Wordpad 就會消失了 這個我們之前也報導過 現在是正式啟用了 即是你以後都不會再用到Wordpad這個program 對我來說是覺得可惜的 另外 就先說一些Bug 暫時已知的Bug 第一個跟大王好息息相關 對 因為 就說update完之後 那個 音訊的Driver就會 炒 嗯 即是不用改音量 直接炒它 對 對 對 可以早點睡了 不用開台了 對 對 另外 部分電腦的指紋辨識器 就無法正常運作 對 有一個就是Microsoft的Exam Browser 即是看看Exam的program 接著就可能無法開啟 對 有一個就是Wordpaper的Customization 就迷落了 即是用不了 即是鑽不到Wordpaper那些 software 有沒有那麼殘忍 Wordpaper都搞不到 對 接著下一個 很簡單直接 整個Explorer都EXE 就無法拌 無法再入 ExE 即是你現在Explorer 就拌不到 即是用不了整個系統 接著 剛才說音訊那個搞不定 接著 Fingerprint那個搞不定 Wordpaper又沒有 即是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很多問題 很多問題 剛才我還沒說完 剛才這些是日常使用相關的 接著來說 就關於遊戲相關的 這樣就事關 有一個 Anti-Cheat的program 就叫做Easy Anti-Cheat 用這個Anti-Cheat的遊戲 就開不了 啊 對 那就好了 大家 用些時間還有其他東西 不玩遊戲 另外 Microsoft最大的partner 就是Intel 就是說 如果你是用Intel處理器的用家 就玩遊戲的時候 有機會遇到難畫面 嗯 基本上 整個更新 你都很容易就難畫面 這樣 即是我們看這些報道 HKEPC那裏 他們那些編輯已經中了 這麼慘 竟然拍了一張照片出來 說我們編輯出來了 又變麥高為智 大家不要升 又要召喚麥高為智 麥高為智很忙 大家就不要升 不要升 不要升 真的不要升 不是有變麥高為智 就算你不升 這個最大的更新 有一個比較小一點 都是關於Windows 11試 這個就是KB5043145 就是一個非安全性的更新 原本想著納入24H2 但最後拆了出來 拆完出來之後 有些人裝完之後 就發覺 都是會Bull Screen 即是怎樣都走不掉 哈哈 你裝了整個 還是裝了一部份 都會走不掉 對啦 所以近來都是不要裝好一點 還有這一個Bug 人們說可以提升到 如果你這部機器有Bit Locker 就強迫要你進入Key 不然就無法按摩 齁 Bit Locker這個就 另一個問題 用得就預料了 即是Microsoft想玩夠你 就是這樣 剛才也要再提醒一下 那個24H2 是原本跟你開了Bit Locker 的 You can update any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boot Lever boot Lever boot 不是Lever boot You can never boot 然後是吉他Solo 這樣就 最近不要再提升了 還有一個提醒 除了一定要Back up你的機器之外 你一定要記得去看一下 你的Bit Locker 有沒有開到 有開到的話 就記得Save了一條Key 瘋了 或者如果你那個Windows 是有連到上Microsoft帳號的話 其實它會跟你Back up 做一個在你的Microsoft帳號的 你拿別的機器上去Lock in 你是可以找到的 其實現在就是 很煩 大家要記住要Lock in Microsoft帳號 現在真的要這樣做 或者是自己Save了一條Key 那些東西 就是自己的方法 現在這個Update 是不是教導大家User 要注意些用Windows的使用方法 我也是教導大家更加認識 或者更加記住墨高為止 Fuck Microsoft 明言一 這個其一 這個變成一個每週的Loop 雖然大家本身都很多人 都可能很喜歡墨高為止 但是現在就更深 現在多了一份 多了另一件事 內不開 那個腦海就會 撈起他的樣子出來 Fuck Microsoft 是 Microsoft差不多 接著就講Intel Intel呢 也是少少follow up 之前說他那些CPU 十三十四代就糟糕了 之前已經出了一個Update 就是會解決了問題 但是那時候就有些媒體出來 就一直說 好像那些Update 不太好 都是有些問題存在 我們臨開麥克風前兩天 他又會出多一個Update 就說 他講到很實質 就說這次一定可以 但是就有種鑼鑼鳥的感覺 雖然你現在都說解決了一些事情 但是我想還是要等一兩集 我想 看看會不會有些不同的報告出來 真的不知道 都要等久一點 可能你零星總有些個案 有時候都會有些問題要再Fix 這樣說 特別重要的Update 還有呢 他是非常非常強調 就說他們的Mobile CPU 即被Note功用的是沒有C 還有我們未來的產品系列 都不會受到這些問題的影響 大家很擔心大家不買 這件事都理解的 因為Notebook那邊 始終都是購買一些東西 這件事比較有趣 就是平時有些同事 他平時沒有留意新聞 這類的東西 他在說 我聽朋友說 他正在用Intel那顆U 說什麼 縮光 我用不著 我做了一些Performance工作 他問我知不知道什麼事 即是現在出了圈 這件事可以說 我算是出了圈 這件事真的出了圈 他問我什麼事 我給他一些連結給他看 有沒有看節目啊 沒有 沒有 講笑 那我給他一些連結給他 了解一下件事 然後他都說 下次買機真的要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他都要一些時間回復 要一些時間 但是他正式推出的時候 你又不知道有什麼事情 絕對 所以都是看載數 看你信不信 對 那關於Intel 收到收不到 除了十三十四代CPU 之後 我們放眼將來 話說 接下來 就是Intel Core Ultra 即是最新一堆系列 出了來 開始賣 上次開麥克風也說 這一批的新U 其實是Intel少有地那麼好的 我也看到一些硬件的評論 他說這一顆U 是有當年M1的那種做法 因為裡面很多架構 那個C路都是抄襲 M1那邊做 就令到它 就是有一批東西 好像是 是的 但是他抄襲到一些好處 變成這顆U 真的可以做到省電 那方面去做到 是不錯的 但是也有些問題出來了 就在這裏說 Fermal Grassley那邊的CEO 就出來說 研究了他們 這顆U的散熱問題 又發現 他們的CPU 通常是在中間位置比較上熱 由中間熱 就散出去 他說這顆U的設計問題 令到最熱的位置 就不在那顆U的正中間 就會偏上了 會出了些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因為通常那些散熱器 你可以用舊的東西 轉個孔 可以放進去新的 但是如果你直接用舊的散熱的話 放進去就不行了 即吸熱重點的位置不同 變成散熱能力是沒有那麼好 變成你會比較建議 買一些新的 專門用這顆U的散熱 即DIY那方面的 用家們就要注意這個 是的 比較少見一點 因為通常設計都是會 中間的 中間的會比較常見 見到那些溫度計 以前做下去 有什麼測溫的圖表 都凹凹到中間 正常一點 對 這次不是 如果你買開 可能要留意一下 又要買新的 又方便 這個是有趣的 接下來就要講一下 算是follow up 即上次有講過的新產品 要補一補一些 就是iPhone 16 Pro 主要都是針對Pro 先講一下iPhone 16 全家產的東西 這樣呢 又不是的 全家都關事 整代機都關事 對 對 上次我介紹的時候 我也有講到 其中一種iPhone 16 對我來說 是比較吸引到我的地方 就是它加了一個 叫做抗反射的鏡頭塗層 我那時候就說 iPhone 這個flare的問題 即是有些光影 這樣 你說你一下就認到 一些盲測的 上哪一張是iPhone影 對 因為一形那個 倒影就知道 沒錯 很多人喜歡拍招牌 你在招牌旁邊 你會看到那個招牌 裡面的字的倒影 是的 這個問題 其實是很多代的iPhone 都有存在著這個問題 我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很討厭iPhone的相機 是的 那時候發佈會 說我們加入了最新的塗層 就可以減低這些flare的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也很期待 還有我那時候看這些 初步的評測 就在那裡說 嘩好像真的好了 解決了一件事 變得其實我也覺得 你終於肯生性 終於肯改 結果呢 出到來 固然大家都會拿來做評測 但是呢 在那些評測出來之前 Apple做了一個動作 就在他官方的spec 那個表那裡 移除了這堆字 蛤? 彈弓厚? 對了 他最初剛剛發佈的時候 即是未賣街之前 那些規格表那裡 有寫到增加了一個 抗反射的鏡頭套層 他發佈會也有說出來 但是呢 就在現在 你上回Apple的官網上面 就是看不到這堆字 噢 噢 嘩 這樣玩法也可以 那調整完字之後 這樣就看回網民的評測 就是坊間的評測 大家可能想會不會 他調整了堆字 免得大家覺得舊機有問題 可能新機有改善呢 那是不是想一想 結果呢 我看到有些若干的YouTuber 就放了iPhone15和16的兩邊 一起拍同一個位置 發佈的問題也是一樣的 那其實有點陰鬼人 這個也有些仆街的 有些仆街的陰人 如果你是為了這些東西賣 即是你喜歡拍攝夜景的 有吸引力的 是 然後你現在有彈弓口 是 會比較失望 如果全線還是最貴的一部 最貴的一部就是這樣 是呀 全線的 真的恭喜 這個做法都 衰格 以Apple來說都比較少見 還蠻衰格 真的 但都蠻糟糕 另一樣呢 就是它那個ultra wide 那時候就說 轉了一種4800萬像素 但是我看了一些科技媒體 他們就測試 他們那個 用15、16一起去拍攝 法國那個的差距 就沒有預期中那麼大 因為那時候 它之前的主鏡 由1200萬到4800萬 那時候 那個差距都明顯 那些人就開始期待 會不會ultra wide 那個都那麼厲害 那麼大的提升呢 那麼 感覺到提升的 即是如果你放大看的話 是真的看到會好 但是實際上應用上來說 即不是放大看的話 其實又不是很感覺到 那個差距在那裡的 對啦 那變了就有一點點失望 對啦 即是攝影這方面的東西 似乎是令大家 失望的東西都有 對啦 那更加令人失望的 就不單止是這樣的 那還有呢 我看開有些YouTuber 就是在外國那邊 那樣就專門 就喜歡用電話去拍攝 嗯嗯 對啦 在一些七黑一片的環境 去拍攝 那它就發覺了有個問題 就是 就是它之前很喜歡用iPhone 15 Pro 那些去拍攝 拍攝了整天都是很漂亮的 那但是呢 它出了新機之後 就換了16 Pro之後 嗯 那我發現了它的iPhone 16 Pro 拍攝出來 是會有藍色一疊 不知什麼的光斑 一疊 那樣的 那用回15去拍攝 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噢 即是不單止是它 我有見過有其他的review 就是三四個左右 嗯 就在那裏說 如果在夜晚那裏拍攝長曝光那些 即是如果你落腳架的話 它就可以拍攝很長時間 30秒左右 一到那些時間 就會有些藍色的光就飄出來 這些是硬件的嗎 但在舊機就沒有這樣出來 那就是硬件的問題 就是硬件的軟件問題 不知道 但是呢 有一個分別就是它什麼 它之前說轉了塗層 那會不會是有分別呢 會影響到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真的 但是你自己又掉了那些字 對 那現在真的那些倒影又翻了出來 正常 對 那應該不關這個事 那你有改變還是沒有改變呢 我看得很亂 對 很奇怪這件事 這些就是比較奇怪的地方 那iPhone 16 Pro 還有一件事可以跟大家說 事關於最近有保險公司 就用來做測試 就打算測試一下 iPhone 16 Pro 即是他那時候強調 就說 現在我們那個螢幕 就有那些Sumeric Shield 就可以很防跌的 怎麼跌都不會破爛的 不會碎螢幕的 如果你相信它的話 對吧 也有很多人相信它 就不貼保護貼了 結果這個保險公司 就用來做測試 做Drop Test 結果發現iPhone 16 Pro Max 它的顯示螢幕 就很容易破損 就說它那個 尤其是機背那個 就很容易就碎裂 那些專家分析 就說iPhone 16 Pro 那個邊框 是比之前更加之薄 所以就減少了那個 螢幕邊的保護能力 有機會Drop的時候 爆玻璃的機會就很大 但Apple說什麼 只是說而已 就是這些是彩數 要是碎要是不碎 這樣就說 專家建議消費者購買後 應該立即加創保護貨 人家那麼辛苦 整個設計 鑽石切割 什麼東西 新顏色 又弄這麼漂亮的 原色給你了 要你大學 真的 這麼安全 不如不要用 對不對 有透明套 不是的 我之前有一個 Apple朋友說 不用套 爆了 有AppleCare的 拿回去換 沒有空間 你回去換 你也要加錢 沒有空間 但經常都沒有機器去換 又要抄回去 怎麼辦 那就 很閒 那你就自己覺得 信不信得過 這件事 真的 那現在有個報告 這樣出來了 二蘭都可以兜 到時候 服了一群iPhone 真的很有趣 他們那些 真的服了他們 除了二蘭 剛才跟我們說過那些東西之外 還有一個 是比較大規模 的 那就是Touch Screen 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人報告 他們買完iPhone 16回來的時候 螢幕錄下來是沒有反應的 啊啊 那這個呢 我也看到很多不同的帖子 在那裏 在那裏 買了一部新機回來 都沒有反應的 真的 新聞報告也很多 那有很多人說 那這樣呢 那些人就擔心 到底會不會是 硬件問題 還是會不會是 需要回收 那最後呢 在我們開咪前一天 就出了那個 iOS 18.0.1 那就是 那就是 adress了這個issue 那這樣呢 就說 會解決到這些Touch 下去沒有反應的問題 那叫做 交得切功課 那就是 好事來的 這個就 那叫做 解決到這件事 嗯 那值得讚的 那跟著呢 高出快手搞定 算快手的 算快手的 在我們一集中間 就已經解決了 那 那 關iPhone的事 還有一宗 不過是本地新聞來的 那賣iPhone呢 很多時候都會 伴隨著一些 相關的類別的新聞 就是炒賣 那樣 那樣就 那樣就 這些東西都自iPhone4 iPhone3幾 的時候都開始 來的 那一路以來 就是頭一水 都是被人拿出來 讚的 那樣的 這個都不成文的規定 那但是呢 隔了這麼多年 大家買賣都熟了手 基本上 那但是呢 這次呢 老貓燒鬧 嗯 那事關呢 就在開賣首日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說 在仙達廣場那裏 就有一間店舖 就收了兩部的iPhone16 Pro Max 那收完回來 給了錢 然後呢 才發現原來 他收回來的那部機是假的 假? 噢 對 那麼大件電話碰空騙到嗎 沒錯 還說呢 扮得好似 那就說呢 兩部機呢 包裝盒 配件 以及 相機的外觀 和真機基本上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嘩 高房到這樣 高房到這樣 這樣 這樣就騙了三萬元 那叫大家買機 就小心一點 即是如果你買二手 或者買什麼的時候 那你真的要查清楚 即是高房到 連仙達都糟糕 仙達都糟糕 大哥 可能是被吹捕那班 對 即是見慣見熟那些 見慣見熟那些 那些都是被陰賭 沒錯 那這個就大家要小心 是的 還有順手報一報一下 即是當日炒賣的時候 都輸了 即是華為那邊 即是一夜就搞定你們了 即是炒到這麼高價錢 你iPhone也炒不起來 頭一天 已經只剩一部Pro Max 是炒得到 加幾個水 那兩邊的量又不一樣 這麼珍貴的東西 那也是啊 卡士尼南會這樣 卡士尼南會這麼珍貴 怎麼會放到半碟 你剛才說 一個上午都捱不住 由三千元跌到幾百元 我怕你那部的螢幕 都捱不住 那部的螢幕 我看到災情很恐怖 不過這些人不亂說 真的 是的 肯定那些人在用不小心 或者老美走狗 去特地弄壞這部機 自己的問題 一定是 iPhone的螢幕都捱不住 是的 雖然別人的更新確定了 那他螢幕是二歲的 剛才說 是的 是的 誰比較容易 不知道 然後就說下一單 對 下單 下單 接下來就說上一節有關的Samsung 沒錯 沒錯 Samsung有兩宗新聞 第一宗 都幾不幸的事件 話說 Galaxy Buds的F1 在土耳其發生爆炸 顧客聲稱他自己買了不久 在一個很新的狀態下給了他女朋友使用 在他使用時,左邊的Galaxy Buds FD 在耳朵爆炸 造成永久性的聽力損失 很恐怖 最後,Samsung為表成衣送了一副新的耳機給他 其實這單我真的想過是否真實的新聞 這樣應對是可以嗎?不是一定會告他 這個PR災難 我真的不知道這單新聞我都覺得很古怪 但我看到很多sauce 但我的sauce看到是否真實的 我這樣想,如果真實是很離譜 以PR來說其實是很愚蠢 你想一下,我永久性聽力損失 你送多一雙耳機給我,是拿警令震慶 你真是神經病 但很多sauce,所以我覺得不像是幻想的 實被人告也很大 不知道會不會被人嫌相 很恐怖 我自己覺得這單都令到我對Galaxy Buds的質素 都會有些擔心 尤其是最近也有很多這類的新聞 大家就留意一下 有什麼不對勁就馬上換了 什麼耳機都是這樣 即是留意著什麼耳機都 即是如果你感覺到,無緣無故覺得有點熱 或者什麼,就馬上丟掉它 即是人是最重要的 沒錯沒錯 除了這一單之外 另外另一樣也是關於Samsung 話說在他們10月2日的時候 就推出了他們的更新 即是舊機都夠不夠會派一些更新 但這次派的更新就出現了 即是每月更新之類的 裏面就包了一個Samsung Smartphones的畫面 就出現了 如果你是用Galaxy S10、60 或是Galaxy M51 或是A90的機主 你更新了最新的Android更新之後 沒有機會變轉 變轉這麼嚴重? 這麼經典 很簡單直接地變轉 在試發之後 Samsung已經收回了這個更新 如果有問題就拿到Samsung客服去做 但是近年都比較少變轉 變轉是比較少聽 這麼經典 但是他都肯負責任 也算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事主的話 你就可能小心一點 或者可能有需要 所以通常的更新我都不敢溝衝著 起碼第一水不敢 我多數是等一天早上 至少都等一排 一兩天 剛才說完更新 接著下來的那一宗也有些關係 即是Android 講更新 第一件事想 就是Google親生制 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Samsung就越來越勤力 這陣子跟它的關係都很關閉 覺得它更多 Samsung出了七年的更新之後 其實大家都覺得 每個月更新一些都算OK的 算OK的 是的 但是呢 今年來講是比較上奇幻一點 因為呢 作為親生仔的Google 即是它發佈了他們的Pixel 9 我們那時候也有說過 Pixel 9不能跟最新的Android 不是跟新的Android一起拿出來 是的 不要說一起拿出來也不是 是的 這件事大家都覺得匪夷所思 然後呢 匪夷所思系列 沒錯 然後呢 到現在目前市面上 只有一間廠商 裝了最新的Android 15 那間不是Google 不是Samsung 是Vivo 一間大陸的廠商 就是最先推出了Android 15 的更新 那些Google的那些 那些什麼東西 是不是 其實這樣的 它贏到Samsung 比Samsung還要 我覺得沒問題 是不是OK 喂 Google也被贏了 你什麼事 證明到 我國的品牌才是世界第一 現在真的叫世界第一 那它現在外國的人氣很高 你現在的問題 但它不是那麼離譜 問題是 就是你以前 我們起碼 在我們認知之中 就是一些最 最 basic version 的Android 你自己Google 先推出 然後其他的廠 要更新 它們的Skin 要更新 那些program 更新 都要一些時間 然後才可以做到 人家Vivo這個是真的有 Customize 真的有不同的Skin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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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omize版本 都沒看到過原裝版本 你是不是瘋狂的 Google 如果你是Pixel的用家 某程度上 你真的覺得它 是不是在侮辱你 Samsung我真的可以算 你Google 真的不能夠算 你快過Google 你Google 真的不知道你自己 誰出的 我真的不太明白 你想怎樣 神經病 這個我真的神經病 其實Pixel 有時候的安全更新 突然被人爬到頭 應該有些搞笑 你現在不開個大號碼 即是大的Android版本 別人的Customize版本 就是比你的原生版本 出來才行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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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o 就在9月30日 就正式推出了 他們的Funtouch OS 的15 裡面的底部就是Android 15 但是 時之今天 Google 仍然未推出他們的Android 15 在我們開咪這一天 我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出 但是就 驚異夠齒的了 我們今天開咪是10月5日 來的 驚異夠齒的 你慢過去 總之你慢過去一個小時也好 你慢過去已經不行 你驚異輸了 你輸了已經不行 你同日也未必好 真的好 發神經 真的很發神經 我猜不到為什麼會這樣 接下來就講META 這樣我們這件事 都有一段的日子 這件事其實是在2019年 但我相信這麼大件事 我那時候也有報過 是的 這樣就說META 將他數以億計的用戶 的Password 就用一些普通文字 做儲存 那時至今天 歐盟那邊就告他 要他重罰 現在叫做有結果出來 結果重罰7億 這樣META就出來說 說這些數據 曾經被二千多名的工程師 就有查詢過 即是有機會看到裡面的資料 但是就說 沒有證據顯示 那些人看到Password之後 就有拿來用的 就不算濫用 他們看還看 但是他們都是誠實的人 看完就算的 我相信他們是一班誠實的工程師 是的 我覺得剛才說的那句是像 死還死 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 看還看用還弄 兩回事來的 千萬不要混淆 那些Password是字 但是不代表他會看一些字 和用一些字 叫朱西放個號碼出來 Password出來 讓大家LOCK IN 叫朱西放個號碼出來 大家看完之後會用 你試試放下你的帳號出來 給你的員工那裡看看 看看會不會被人搞 看看會不會 是的 對 這樣就 轉他的icon做色的人 不轉都已經是 哈哈 哈哈 轉Elon Musk那張照片 哈哈 出個帖子 跟Elon道歉 說我們不要打糕 雖然我肯打贏你 不過那個banner 改了好像別人的拳賽 那些 vs迫他們兩個打 哈哈 這樣就 變成了 現在整天youtube被人吃了 就是Elon Musk賣金 還是什麼 那些 就變成Elon Musk 哈哈 好像Elon Musk 他的帳號碼一樣 哈哈 叫人買Bitcoin 帳號碼做SpaceX 叫人買99幣的 叫人買99幣 神經病 有得想 Metta 還有回應 公司發現了有這個問題 我們立即就修正了 強調現在我們 那些密碼沒有被人不法使用 亦都沒有外洩的風險 這樣就 這樣就 他說是 你信不信 你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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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我跟正數字 7億是港元 910萬歐元 但是都比較上大的金額 你也要給得起 色役人 不是 朱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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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